Rex 哈囉大家好 我是Rex 不知道上次的腿部訓練菜單 大家有沒有回去試過的呢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訓練部位 是跟腿部練起來 我覺得酸痛有過治而無不及的部位 那就是肩膀 那今天會跟大家介紹如何成為一個 堅強的人 GO 在一開始暖身啊 我會習慣用Cable 先把三角肌的前速中速跟後速 先稍微熱開來 大家盡量把重量調輕一點點 那次速就是隨意 就熱到你覺得肩膀 熱熱的脹脹的就夠了 我先熱中速 再換前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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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當你用Cable暖身完到肩膀開始熱熱之後 我們就開始我們今天的訓練菜單 今天總共會有七項動作 那第一個就是槓鈴的站姿肩推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雅鈴的坐姿肩推 第三個是用地雷管做櫃子的肩推 然後後面的4567其實就是依照單關節前中後速去做刺激 詳細的動作等一下會秀給大家看 OK 等一下我們做槓鈴肩推 那槓的擺放的位置大概是在你的肩膀 前三角這個位置就好了 那如果你放太低的話 其實你在出槓起來的時候 你還要藉由腳的推力 比較費力 所以我習慣這樣擺 那你們在握的時候 我習慣稍微握窄一點點 讓我的手肘往前 這樣會處在一個比較好肩膀做曲曲的角度 如果你今天握得太寬 其實你也會處在一個不好的肩甲骨平面 那後續的在做測評曲的時候 會再跟大家講 晚上我習慣推個12下到15下 等一下呢 我重量會從40公斤開始 越往上做的越重 到時候次數會慢慢地遞減 那我通常會習慣碰到 比如說60或70公斤之後再往下降 那我們就先從40公斤開始 可以多做是不是 之前就被Vic錶過 之前Vic就是蹲Squad 蹲165蹲5下 結果我想說 耶我破紀錄了 結果Vic說欸沒有錄到 我想說好那我蹲170 就170來破紀錄 對真的 對故意的可惡 欸不要不要 那我們就開始正式組 事實我們 我通常會做10下 OK 那我們下次就50 我們多個10公斤 來囉 那我們第二組 我就推50公斤 那一樣是10下 好 開始有點累耶 已經是剛才暖身暖了兩組的關係 很多人在做肩推啊 他們會刻意地去把你的肩胛骨做下壓 那其實這樣 在你往上推起來的時候啊 其實會有一點風險 就是我們通常 往上推做曲曲往上的時候 你的肩胛骨 其實還會有個節率往上帶 那如果你的上鞋放 一直刻意往下壓的話 其實不太好 讓你真的往上去做到你該要的位置 所以這部分我會習慣 推上去的時候順順的就 稍微帶一點上鞋帶上去 這樣會比較安全 可以保護你的肩關節 然後一樣 重量越重 我等一下就會帶腰帶 去稍微保護我的下背 那我要帶上我的 昏洋式的腰帶 腰帶不只是保護啦 其實在前面幾部影片也在講說 腰帶其實可以Cue你的核心去處理 所以我們在做上推的時候 其實你核心要先 預先先繃緊 不然的話 如果你在推的時候 你一直往後凹 其實你再有腰帶去扶住 你的腰 終究之後還是會受傷 所以這邊大家要多注意 那我們就 來囉 60 不知道能推幾個 就希望能夠推八下 好 好 行推八個 那我們等一下就70 70可能只能三下吧我想 好 有點沒力 我覺得一部分昨天練腿也有關係 不管就是要藉口 肩膀如果進步啊 其實可以幫助你在 胸腿的重量也可以有所突破 像本人VQ教練就 肩推 我記得他滿強的 可以推到90公斤以上 已經超過體重了 那我通常肩推的有一個門檻 就是你越接近自己的體重 你能夠推一下就很強了 那他應該是推了五下以上吧 所以超猛 沒力了 只能三個 好 等一下要降了 我要降了 我要降下去 降下去60 還要有推到八個 OK 換動作了 等一下第二組 會做坐姿的啞鈴肩推 對 今天我會用Dropset的方式 那我會拿27.5搭22.5 然後中間就是 如果可以的話 27.5就盡量推八個 那後面下一組就盡量推十個 再怎麼樣就不要 讓他低於六下 就定位 那等一下的坐姿的兼推 我大概會做三組 就三個循環 先中的重量先做 然後再換輕的重量再做 其實做到輕的時候 你會覺得 就算減輕了還是很累 好 好 我們先做第一組 八個 好 累爆 好 我們第一組完成 那後面組數應該次數越來越少 那所以大家就振作 如果可以的話 你們第一組的重量重一點 可以拿你平常能夠推 時下的重量 再減個10%左右 好不然的話 你接著做 你等一下已經 沒力 好 其實菜單的順序 其實一開始都是模仿 比如說 一些國際上有名的健美選手 甚至一些 台灣的健美選手也有 那你會試著先從 他的個別動作先去試嘛 之後你再把它傳在一起 那穿在一起的時候 就要考量到你 針對你 哪一個肌群比較弱 比如說像肩膀 我會認為我的側三角 跟後三角比較弱 所以等一下的 個別的肌群 去練習的時候 我順序的編排上面 就會有一點不一樣 那我就先針對我的落項 先去做加強 哇 哇 哇 沒什麼力 哇靠 只能六個 謝謝 呃 肩膀的疲勞 其實會 滿快速的 呃 畢竟比起 胸背來講 肩膀的肌群沒有到 這麼的大塊 其實在坐姿的肩腿啊 蠻多人會用頭 往椅子靠 然後 讓你的脖子去觸力 往後頂 再去把它推上去 其實這樣 多少少都會有風險 所以 大家在坐的時候 注意 你頭雖然靠著 但不要太用力的往後頂 五千三還五千四 五千三五千四喔 對啊 它下面還有編號耶 你把那個底座翻開 你下面還有編號 之類的 但我還有一個 可達鴨還沒有來 可達鴨 可達鴨 對對對 還有一隻 收集各種雞肉 不管啊 它如果出梅香魚戰士的雞肉版 那我也買 好 那我們就最後一組 就是六下 還好 每一組還有六下以上 那我們 坐姿的做完 等一下會做地雷管的跪姿兼退 那地雷管的動作其實 之前停要教練有派 關於地雷管 該怎麼施坐 該怎麼去架設 那詳細的影片 大家記得再去看 蕭火龍啊 對啊 它這動作就是那個 古典腱體 classic physical 裡面的 有個favorite posing 那是其中一項動作 其實它的肌肉的線條刻畫 其實都 滿好的 然後加上蕭火龍的背面 它的背肌 背肌的刻畫超好 包括肩胛骨 然後後三角 那肩膀的部分就是我們幾條臉的嘛 那剛好後三角的部分 它跟背肌也都有相關聯 所以它背真的很強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練得像小火龍那樣 下一下 我們接下來第三個動作 就是地雷管的跪姿兼退 那地雷管在做 兼退部分呢 它其實好處很多 你可以再去看 停要教練的影片 那裡面有詳細的說明 那等一下做的時候 跪姿可以去讓你的腳 不用出這麼多力 讓你可以更專心在 你的三角肌的前中處做腿 好 那我們就先做 十二下 那等一下重量再往上加 那我習慣 每一組大概做十下左右 再加一片石 現在推的這個角度啊 其實不只有帶到你的三角肌的前中速 其實連你的上胸都可以幫忙一點 所以相較於比如說你垂直的往上推的話 其實有些人肩膀如果有傷啊 我會更推薦做這種畢業館的肩推 那對肩關節會更友善一點 20 20 40再加12 52 50左右 然後歸姿會再難做一點啦 因為畢竟腳推地板的力量沒有那麼大 有炸掉了 我等一下要這樣中了 OMG 感覺好像還沒有衝到極致的感覺 體質大概大概8 9% 等一下我們就再做一組的地雷管規制肩推 然後等一下會針對我的後三角先去做加強 因為剛才有講到嘛 順序的安排上面可以就你比較弱的地方先做 所以我會先做我的後三角 再依序中三角再來是前三角去做四肢 因為你的肩膀如果要練得夠好 其實你的前中後 真的要個別訓練到真的要膨起來像南瓜一樣 其實你的訓練量其實要蠻多的 下一個會做寬臥的俯身划船 那跟一般的槓鈴划船的動作是不一樣的 它的差異點就在於 如果你今天你在做槓鈴划船的時候 你的手肘會再往內靠 你的肩水平內收的話 其實擴背機會參與比較多 所以等一下再拉的時候 我會需要開一點點 好 你就拉到跟你的肩膀位置差不多就好了 這樣去針對你的後三角這邊 這個部分去做加強 不要用你的二頭肌去帶 想像是用你的肩關節往後往外拉開來 握姿的部分就是超過你的肩膀 再寬一點你可能到1.3 1.5倍的肩寬 那通常我會做十蝦 要了解肩關節的伸直跟你的外展外旋 所以你在做任何動作 比如說推 推的部分剛好都是前三角跟中三角會出比較多力 所以基本上你在支撐對後三角的時候 都是做往後拉 不是往後轉 才有辦法去刺激到後三角 後三角的刺激來講其實重量不用太重 除非你今天是像花串 你可以帶一點點二頭肌去帶 不然的話單關節做的話後三角的力量很小 一樣再往上 我們一樣做十個 感覺小便要叫我再加耶 有沒有啊 真的假的 剛才只有八個喔 好吧 那只要補一下 好像沒拉過那麼重 試試看 為了彌補剛才少拉了兩下 趕不要騙我喔 哈哈哈哈 以前像你跟Jimmy一起在練對不對 對 所以你們以前會常一起練嗎 其實以前 還蠻常一起練的啊 Jimmy當爸之後 時間上就比較少 能夠尬得上然後一起練 所以 所以這週練我覺得 蠻有感覺的 對啊 因為以前我記得 都被Jimmy 點 好 好 真的假的 這麼誇張 真的 找你最距的朋友一起陪你練 你就會有感覺 我們就來囉 好 挑戰重量 60 試一下 靠累爆喔 它跟槓鈴滑船是真的不一樣 肝鈴滑船會拉到 靠近你的髖關節 所以 這種髖握 主要就是 往你的胸口 往你的上半身 再拉 所以 這樣是讓肩關節 是多一點點 好啦 換下一個 累爆 剛剛做完 寬具的 普森滑船 刺激後三角之後 後三角我還在挑一個動作 就是針對Cable 去做單關節的刺激 所以等一下會做一個reverse fly 就是反背鳥 那在做反背鳥的時候 其實手 往後延伸的距離也蠻重要的 如果你今天 你拉開來的時候 拉到太後面 展到就是你水平180度的話 其實這樣的話 你背肌參與會比較多一點點 包括你的菱形肌跟中段的斜方 所以你等一下做的時候 我會稍微帶到150度就好了 然後就回去 去 讓你的後三角完整的去處理 那我們就先從一片當片 大概五磅開始 好 不用太重 我們下一組就兩片 大概十磅左右 那Cable在做的話 我習慣會做15下左右 好 除非是大重量 我才會做10下 不然的話 Cable其實從你 一開始拉出來的時候 你的後三角其實就一直在幫你處理 那你為了要讓過程當中 你的張力時間可以延長的話 好 盡量可以做超過12下到15下也都沒關係 沒有說你只能8下 到12下你才能夠積肥大 15下對肩膀來講 其實也OK 也得錯 我們後三角算高一個段落 那等一下是我最不想面對的就是 我們剛才講的測平局嘛 雅鈴測平局 那通常我會再加兩個字 就是雅鈴測平局地獄 所以等一下地獄的 為什麼叫做地獄 就是因為等下的訓練啊 我們除了走金字塔往上之外 等一下還會再降下來 所以等於是你就爬山一樣 所以當你摸到最高 然後你就一樣下來 那通常我會擺四足雅鈴 那詳細的情形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等下做測平局 測飛鳥的時候 桌袋的好處是 讓你的前提負擔壓力小一點點 所以等一下的時候 你只要扣住 用你的肩膀去帶你的手臂往上 就好了 不然到後面 有可能你前臂就算到不行 然後你去不行 對 就是這樣放著 快點快點飛起來 你先 我要形成一個劍圍 這時候要當一個雅鈴獵人 雅鈴獵人 盡量挑人少的時候去做啦 好 不然的話你一個人拿那麼多雅鈴 除非你夠聚 不然人家一定會講話 不然就是你練得夠辛苦 人家就覺得說 這樣是應該的 等一下 把它排好 好療癒喔 等一下做啊 我們會做側平舉 那側平舉的角度很常見的錯誤啊 就是你戴起來的時候啊 你是在你的身體 是在你的側邊 那通常會希望你在往前 大概帶30度左右 因為我們的肩胛骨的平面 它會往前貼到你的胸廓 大概再往前倒30度 所以這時候你在做上台的時候 比較不會對你的肩關節會損傷 所以等一下再做的時候 我希望 戴起來要手往前一點點去戴 這樣去做側平舉會比較安全 那等一下會從5公斤開始飛 每組我會做10下 所以 呃 四組雅鈴 照理說應該是 1 2 3 4 3 2 1 70 對這樣是70下 好 一組70個 那 前面兩組就是 呃正常 咦這樣算正常嗎 反正就是往上爬了下來 然後第三組再做一點變化 我們做倒進字塔 然後從後面再飛回來 不知道後面還飛不飛得起啊 可能翅膀就斷掉了 沒有啦 看一下 我還以為是 每組用量都能 對 我們就來體驗什麼叫抵御 好 三頂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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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sen 等於結束 下山下山 けて 保住 最後最後終於 我們第一次要做完了 來 好 我們把一組七十下把它飛完了 講話沒辦法很連續 到後面啊 其實你會沒力 所以你很難維持動作的品質 這時候沒關係 你稍微帶一點上斜方帶起來 但你下來的時候一定要稍微慢一點 不然很多人很常見的錯誤就是 他一直瘋狂的用上斜方機再去帶場 這樣你肩膀可能練不到 你去練到你的上背 我之前的最高機就是放五組 做九十下 超累的 隔天就是肩膀 舉不起來 肩膀算到不行 洗手只能這樣 以頭就手啦 有沒有看過 手都舉不起來 手舉不起來 但這種訓練量不適合 一般的初學者 我們要第二組 尤其是你不要 穩住兩組的 沒有啦 不要很笑 偷底 偷底 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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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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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Yes 太棒了 我們做完第二組了 等下第三組 其實也很痛苦 等下第三組會從最重的飛回來 但最重的組是會重複兩組 所以實際上是24的80 好80 怎麼會做80下 一般不會說 手伸直的這樣做兩組 等下 它的第二組 同格重量的第二組的時候 你的手臂的力臂 手可以再縮進來一點 這樣的話比較簡單 但這樣可以再去刺激你 再強迫你做個10下 對 所以等下也很痛苦 我們就從重的 倒吃甘蔗回來 對我來講 重訓的當下其實是蠻開心的 如果有一項運動 你需要靠意志力才有辦法去堅持完成的話 那我想 你還不算真的熱愛這份一份 對所以 後面幾組真的美麗的時候 你可能或許會靠意志力 但 或許你驅動你去完成今天的訓練 其實是考驗你自己的心智 對啊 默默的人除了健身之外 其實也在健身 對所以你的心理的素質 耐受性也會變得更高 要怎麼看你耐受性也會變高 就是 來來來來我們跑一下菜站 就地獄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我們剛才從地獄爬出來之後 等一下是練我的三角肌的前術 其實前術是算最有力的三角肌肌群啊 一般你在做臥推的時候 或是上斜的臥推的時候 其實傾三角就會出蠻多力的 那等一下我會用槓片做一個槓片前平舉 然後再加左右的旋轉 各 呃 90度 對 那等一下我就拿10公斤的槓片 在做槓片前平舉的時候啊 呃 槓片的直徑大小其實也會有關於你 轉動的那個幅度大不大 所以通常我會拿 比較大片的槓片 好 比較大片看片 好 如果你拿那麼小 但它又很重的話 其實效果沒有很好 所以通常 呃 我就會用槓片來做 比較大的 體積比較大的 呃 等一下做的時候啊 一組大概是做10下 其實10下就差不多了 因為你除了舉起來之後 你還要再做左右的旋轉 再舉起來的時候啊 盡量能夠從槓片的孔洞看到自己 好 這樣就表示你拿的高度夠高嘛 如果你今天只舉到這邊 這邊其實 你對你的前三角的四肢就不夠大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高舉到你的臉 眼前 就是除了前平舉之外 再去做一個旋轉 這個旋轉其實就是在增加你的 你的前三角收縮的那個時間 去加長 所以你會覺得特別吃力 尤其是你下放的時候 其實剛才前面8下 我下放的時候 槓片啊 他其實都沒有說碰到我的腿 所以我沒有讓他整個放下來休息 所以我舉起來之後 我下來大概到這個位置左右 就算碰 輕輕碰 然後就要起來了 盡量不要待在下面太久 如果後面你沒力當然你會挺很久啦 後面兩下就有點Hold不太住 那如果你Hold不住的話 你戴起來 轉完之後下來就近橫跟慢 你就讓你的肌肉去做立心 現在你就拿這個啦 我跟大家示範 如果小的是有多輕鬆 就這樣 這樣 他其實一下都轉完啦 所以就很快 老司機要開車囉 第二組 Again 我們要開回去終點了 終於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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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終於開完了 馬這個車難開 只算練完了 馬累死了 所以跟大家講要成為一個堅強的人 其實是不容易的 以上就是我的肩膀訓練菜單 那我們再稍微複習一下我們今天到底做的行動 那第一個是做槓鈴的站姿肩推 第二個做啞鈴的坐姿肩推 第三個是用地雷管做跪姿的肩推 讓你的腳處理少一點 然後鑽進在你的前三角部分 然後第四個是浮身的槓鈴划 主要針對你的後三角做刺激 然後第五個是做Cable男神的反飛鳥 那第六個就是我們剛才做的地雲 然後啞鈴測屏舉 那最後一個就是老司機開車 槓片前屏舉再加左右的旋轉 那大致上這七個動作就是我平常訓練會去帶到的 肩膀訓練得好 對於你正面跟背面的倒三角視覺張力來講會更強烈 在肩膀的練習部分 其實大家回去還是要多注意你的肩甲骨的平面 跟你的施坐的角度 到底有沒有擺在一個正確的擺位上面去做訓練 不然的話如果肩膀你今天一旦受傷 其實上半身不管是胸啊背啊 你都會影響到你的訓練 你在追求視覺上誇張的時候 訓練還是要去注意安全 那接下來 我就針對我的手臂 我的二頭 我的三頭 我的訓練菜單再拍給大家看 那如果大家 今天喜歡我們的影片 一樣幫我們訂閱分享 加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見 動 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